就是大家手上都一定会有了一个身份证 那身份证上面你认为 各位网友认为应该是要留哪一些资讯 还是说你认为可以都不用留 因为最近有一个身份证之乱的这个现象 身份证不用写配偶的姓名 法院竟然批准了 他是纵容在劈腿吗 我们来看到这个 大家的身份证应该跟我们都一样 会有父母的姓名 配偶的姓名 还有异别跟你的照片 还有出生年约日等等的身份证字号 那事情发生是有一名成姓律师 在换身份证时 他希望不要载具这些的资料 结果被拒绝他就提告 那这个最后法院的判决是说 宪法法庭判决保障 人民不表义自由权 所以人民可以决定新增或修改 或移除身份证上面重要的隐私资讯 其实这名律师他的出发点是认为 说他拿出他的身份证 不论是在出事或者是在办理登记时 他的父母配偶 其他的一些相关资讯 通通都会被人来看光光 所以他希望不要有这些东西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法界人士认为 宪法保障个人的资讯隐私权 认为批判结果是妥当的 但是也有律师正在反方认为说 法官不宜进行取代内政部 自行定义 为何辨识身份的方法 对此内政部感到不满 他会支持护证事务所继续上诉 立委也挺内政部上诉 推数位身份证 当时数位身份证 因为在发行的过程 有人认为隐私的问题 跟一些资安的问题 所以就暂缓了 借由这次机会 他们希望可以再继续推 这个数位身份证 对于多数个国家而言 名字甚至性别 身份证之后都是有的 但是父母配偶兰跟异别 就有民众认为 如果都没有 像配偶兰没有 那会不会有爱情骗子 来进行这样子的 一个爱情诈骗 那我们要知道整个过程 一名陈姓律师他要求换 不含父母及配偶的姓名 出生地资料等等的东西 受到法院的诉讼 结果陈姓男子胜诉了 内政部是不能接受 这样的判决 他认为这个身份证的格式 是经由户籍法 授权递定的法定规则 应该是全国一致统一 支持户政事务所上诉到底 身份证上的资讯 常常是最快辨识各自的方式 但有一位律师到户政事务所 换发身份证时要求 照片父母性别配偶兰 以及一别统统不要露出 遭到户政事务所拒绝后 他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身份证在被扮强迫的方式 被人家拿出来检视之后 就被人家马上发现说 你的父母是谁 你的配偶是谁 你的户籍地址在哪里 我马上可以透过你这个人 在违反你意愿的情况下 马上去掌握到你个人 非常私密的资讯 法院判决律师部分证诉 法院认为父母性别配偶兰 属于间接识别资讯 一别与辨识身份无关 准许免记载 但是照片出生日期 出生地以及户籍地址 是辨识个人身份的必要资讯 所以必须露出 但内政部表示无法接受 因为身份证的格式 由户籍法授权 订定法规命令 全国应该一致 更开枪不是法院判决 就要照办 户政事务所强调会上诉到底 但就怕身份证上的资讯不完整 会有未造疑虑 配偶兰空白也可能造成 重婚变婚等问题 并不适合争议调整 记者综合报道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